台东天后宫历经了六年 陆陆续续的修缮工程终于结束了 为了庆祝整修完毕 举办了为期五天的庆城交的活动 16号则是这一次做交活动的最后一天 现场也请来了远从台南的道士团 进行祭祀典礼 禁告天地 谢土祈安 创设至今已一百多年的台东天后宫 为了庆祝这六年来的整修大功告成 举行一连五天庆城教的活动 16号则是玩教仪式 为敬谢天地 特别从台南请来张明府道长等共十二人的道士团 遵循道教的科宜 进行祭祀 在过去这六年来 每一次的修缮工程 都是透过信徒的任养来渐渐完成 时至今日 终于完成了修建工程 这种庆祝祝 这是我们六年来 第一 进去整修 整修后完成 所以基板节的庆祝祝 还是基安庆祝 这是让我们大家可以 管理国台人 方条乌宣 大家平安顺利 大家大贪钱 我们今天这个庆祝 今天是这个最悲宗 葡萄 我们头尾都是五冬五条 不然今天是最悲宗 最悲宗今天是庆祝 最后来就 今天这个活动就结束了 天后宫的祈安清教大典 是台东地方上的大事 县长黄建廷 议长饶庆林 立法委员刘兆豪 以及台东市长张国舟也纷纷到场 与主委林友德及道士团等 一同合影留念 在今天做一个落成的祈福大典 那也是这六年来 谢谢各位善心大德 每一个对天后宫 有付出的乡亲们 大家一起来做一个 谢天谢地谢土的仪式 这几天天后宫非常的热闹 也期待相亲 然后过来天后宫 来做一个祭拜 来做一个感恩 祈求今年风调如胜 期待我们在今年呢 大家都能够农作丰收 身体健康 天后宫这六年来 以任养的方式整修 实属不易 修散过后的天后宫 在妈祖的庇佑下 维持毅力而壮盛 持续护佑台东的详情 记者韩启伦台东市报导 掌声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